前几天才晒 要晒被子 好 哎 是的呀 你这是睡袋 啊 是呀 我以为被子呢 哦 对 盛开了 哦 您晚上就是盖一个这个 就盖一个就够了 这两天晚上有点冷啊 呃 昨天晚上就冷下了一宿的雨 哎呀 谢谢 咋来你 哦 我有冻一下会喘气 就是隔阀 不是 可能跟那个肋骨 肋骨受伤的一股 肋骨受伤了 对啊 你不会在这里养伤的吧 你还真猜对的 我就是在这养伤 待了两个多月 呃 待了两个多月 是的 你干嘛了呀 肋骨受伤了 我前两个多月去那个 感人波齐徒步不小心摔伤了 摔到那个左侧的肋骨 左侧 两个 哦 咱就赶紧休息休息 别来会痛 嗯 还好了 没怎么办 你这个要养好长时间 呃 还有要养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养的不好 有一点感觉 对 你就是睡帐篷里面啊 呃 这两天才搭出来的 之前都是睡那个车上 哦 这个车 对那个车 哦 你是广东的是吧 广东 清远的 嗯 清远 注意点 我看 看着你太难受了 还好啊 你看到我都好很多了 前段时间 前两个月是最难受的时候 现在好很多 现在愈合了吗 我打算过一两个月 国庆左右再去拍个片 再去复查一下 啊 现在可能还去拍 我怕拍太早了 因为这两个都要拍的片 拍的三次 拍的有点勤了 啊 再隔个一段时间 那你这个肋骨石呢 是吃着药还是咋的啊 呃 这段时间基本不只能够靠自己去愈合 像前一两个月 我是要有吃一些止痛药啊 还有一些 呃 活血化瘾 类似的一些中药 可是现在没吃了 现在还是 运动量大了就疼 可能是跟那个泪有关系 估计是没养好 呃 因为我这段时间天天出去摆汤 因为有的时候 加上我前段时间 前几天是一直搬家抬东西 啊 因为我现在就改睡车上 在睡车上之前 我租了一两个月房子在养伤 哦 那时候是动不了是吧 动不了 就是那时候咳嗽 呃 呼吸都痛 痛 对 这段时间好很多 你看我说话的有劲多了 是的 现在走路还好点 能正常走路 就像前段时间 我养伤那段时间在屋子 交个外卖 出去门口取个外卖 都毛费劲了 也不行 是的 你摆摊 卖什么东西啊 呃 我摆摊是贴手机膜 东西在那里头 哦 贴手机膜 贴手机膜 对 就在这附近 跑不远 跑远了也不行啊 不行 跑不远 你是什么时候从广东出来的 我大概大概是4月份左右出来的 然后到了那个 港临波西徒步就摔受伤了 呃 对 但是因为不小心打滑了 就摔到了 呃 那时候是有雪啊 是的 还下着挺大雪 那个一整片都是那个冰 哦 咬 那当时你受伤了 你怎么出来的呀 我当时 当时摔到那时是很疼 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肋骨 骨折了 啊 后来我还是摔摔倒之后 我还继续在徒步 徒徒徒徒 冷着痛的徒 后来那有第二天早上实在是 疼的徒不了了 然后我当时就打了那个电话 然后叫人家进来 把剩下几公里 就是他搭我出去了 然后紧接着之后 我又去自己搭车去医院 医院 搭了100多公里自己去医院 我当时那个坐车 那个路颠的 颠一下下都疼得要命 那你还真能忍 呃 当时我想着可能 为什么我没有外伤会那么痛 我当时意识到可能是宿内伤了 所以就是去拍片 这就一拍就是 这是不是摔到石头上了 不是 我是在一块冰地 冰地啊 冰也是凹凸不平的 一整片冰地 当时就打滑 是凶槽冰面 就摔到左侧的那边 打滑了 对对对 哎呦 那你也是真能忍的 哎别提了 那天晚上我还那天 摔的那天还涂了好几公里 第二天那天晚上睡觉也特别 第二天早上又继续涂了几公里 实在是一边一边走一边哭 然后我实在是走不了了 就打电话 当时以为是不是就是外伤 可是我可是我自己一撩开衣服一看 没有外伤呢 那我当时就想 哦 那时候穿的衣服也厚 我看 我穿的是羽绒服啊 啊 那个时候还下雪 之后就来拉萨开始养伤 后来我又当时又呃 又又忍着通 那个时候就从阿里 然后又坐车坐到拉萨来养伤 那是坐车也是特别难受 肯定啊 癫癫 动一下 头特别疼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过来的 哦 我现在 现在回忆一下好像刚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还是有点痛 嗯 啊 还是就一点点 还好就是疼痛感不大了 就跟前段时间比现在都不是较痛了 我感觉你应该是回家 回那个平原要上去 在高原很不好好的 不是当时疼啊 我根本就不想动 我只是想找一个地方 我就静静静的待着 但是很多人都建议找我回广东 或者是想厉害拔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也没想太多啊 我就想就近的一个城市拔拉萨拔 然后就这边养吧 结果就养到现在了 现在8月份 我也在想真的觉得要不要出去再去复查 不行 要是还是疼的话 就去复查一下嘛 是不是啊 可是那个拍片也不能拍 太平凡 平凡也不行 色就特别大 哦 所以我就不想拍 因为我这个 这两个月我拍了三次了 那这有点平凡 这个就是那绷带 这个是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他给我弄开的那个绷带 绷了一个多月就没再绷了 就懒了 你最好还是用上 不想用 太麻烦了 用上点好得快一点嘛 好得快好 是要注意一点 他们就怕那个 怕疑味什么的 对 所以当时就给我弄脏了 再加上你又来会收拾东西 晚上又要去摆摊 收拾东西什么的 肯定会有影响的 应该没问题的 应该 应该会好了很多 反正比之前好多了 好很多了 之前我连说个话 我连说个话都不敢大声说 然后之前呢 你打个喷嚏 然后你任何一切动作 你都不敢做 你只能就是眼珠子动 你的手啊 你走路 你手动 你都会涉及到这个内容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现在跟以前比太舒服了 呵呵呵 嗯 那你父母知道吗 父母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跟他们说 我想着这个既然已经确定是 我想自己找一个地方吧 妈妈养吧 应该自己也能挺过来 能解决吧 就不想去跟人家说了 父母说了 你打想到一个人出来旅游啊 我是多来多往一个人习惯了 所以不奇怪一个人来西藏 嗯 你也是今年第一次出来吗 今年 呃不是 之前又出来过 之前来过西藏 哦 为啥都要跑到西藏来呢 这个你就会问西藏是个神秘的地方 我都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清 就想来西藏是吧 对就想来 我可能这次走了 我可能还会来下次 每年来一次 每年没有 我妈没有那个屎里面 你现在就是靠贴手机膜来维持生活 就贴手机膜 所以我才能够挺到今天 看来生意还挺好的 生意很一般般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已经 这个市场贴膜这个市场很饱和 没啥 饱和 基本上每个人他都会自己贴 买回去自己贴 对啊 现在的人基本上都会自己贴的 自己买 买手机都送我了 我看你啥东西都带着呢 不是这个东西还是我 我这昨天才出去采购的 就是买了个什么 水管 有的时候我怕出去不好接水 就买了一些简单的 备用吗 对 因为怕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 你不好 真的有什么也不好 好像能想到得到工具 所以就去买一点 买个狼头 买个狼头 你是担心有色狼吗 不是 你想我有的时候要搭帐篷 打地顶 那个钉子用那个钉子 打地顶嘛 我实在是不行防色狼也可以 对 如果你的身体好了之后 你是打算回家还是去哪里 回家不太甘心 我还是想 当我没走完的路走 我就是去新疆 新疆 其实好了之后也无所谓了 是吧 是吧 因为你长期待这里也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露营地也不让露营了 所以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去计划一下了 那你开车影响吗 这段时间还好 就是你的转弯幅度不大 你正常就是不要太用力 你正常能不开了 像前段时间开你的手 你的手要打方向盘的时候 就不行 就扭到了 对对对 这段时间是好 反正你是多注意点就行